還有人這個從早上5點就開始排隊 因為他前他前一天開幕5點就就來先來排隊 那當然你就說可以考慮台灣人的一個心情 包括就是說很多人這個時間還沒辦法出國 那預計了今年可能要出國的這個可能性也還是很很低啦 除非說你疫苗真的是可以控制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的大家會覺得說 我既然不能去日本買東西 那我去日本來台的這個生活雜貨店 看是不是價格價格也比較便宜 而且真的可以買到這個日本空運來台的這些生鮮啊 可是人也真的太多了 對但是必須要 這沒有警覺心耶 真的因為你去看那個媒體的報導 哇那裡面因為他三層樓人很多耶 到半夜24小時半夜人還很多 那有些人真的反應是說 他裡面人擠人 所以空氣已經很吸飽 你再戴口罩都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你沒有想看這樣人擠人的狀況之下 你感染的機率是特別高 所以真的在此呼籲啦 今天大家緊繃的同時喔 就是這種人很擁擠 就是室內環境還是少去啦 那最後講到說這個縣市活動 那當然你看從基隆 就是大家一直很期待什麼嘉年華七土嘉年華啦 一直到今年最大的台灣燈姐在新竹 那今年也很可惜的喔 就宣布取消了 然後一連串從台中啦 連大家很期待每次去南投竹山那個紫南宮發節目也取消了 然後台南鹽水燈泡也 風炮也暫停啊 高雄也都暫停 那唯一一個啦 目前還舉辦的是台東啦 台東的那個元宵 對那個炸寒丹啦 還有鎮頭 不過他已經說了 就是說你這個鎮頭也要實名制 你要交出民策來 那台北市這次沒有逆風啊 沒有逆風 所以他的那個年貨大街取消的 台北燈姐目前是暫緩 是所以呢 在疫情當頭的情況之下呢 還是要特別的提醒民眾 因為前台大醫生都幾乎啊 不要去那個今天開幕的店 張醫師 所以呢 那個看到那個盛況 如果萬一有一個人 是那個可能在擴散出去的當中 那是不是感染風險非常高 那當然 不過就是說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其實我們的第一線 現在守得很好 醫院包括診所 我們的診所 然後急診室這邊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都在守第一線 那這一次 其實這一個護理師也是被診所抓出來嘛 所以表示我們的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警覺性很高 所以大家只要不讓他們垮掉 不誤明他們 其實他們做得很好 大家要喊個讚才對 不要再製造一些恐慌 然後製造一些獵巫的那種 其實我是覺得鼓勵會很好 是 來 美美姐來 我想我們說防疫鐵三角 第一道線當然就是國門的把關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說是滴水不漏 我們如果要防的大概只有防偷毒這個東西 那我就到目前為止滴水不漏 那第二個把關的當然就是醫院 我們也都做得非常好 那麼這一次的群聚感染我也必須要講 我認為是我從去年到今年為止 我覺得可能是台灣比較嚴峻的這一個時刻 因為以前也發生過 可是以前不太一樣的是說外面人帶進來 那這就是裡面的散出去 那特別是因為今天有新增一些足跡 比如說有到麥當勞 有到海鮮餐廳 聽說那個都還生意很好 人來人往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特別的小心 那所以到第三環最重要就是人們 我們自己的自律性 為什麼台灣到今天防疫可以那麼好 我們的超前部署 我們的醫生的把關 我們一屆的群策群力 還有我們高度的自律 這非常有關係 可是有幾點現象 我真的就有點憂心 包括就是說排五個小時去那一間新開幕的店 店都已經開了不會跑掉吧 大家不用擠在這個時間點吧 不用去湊熱鬧 真的不要去湊熱鬧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也許這幾天大家賠比一點點 真的有需要 為什麼 因為前一陣子 一直到昨天以前 我都覺得其實還是有點鬆散 我一個朋友講他實際的例子怎麼知道 他說他去一家很有名的連鎖的這個超市 然後有人不戴口罩 大聲講話還咳嗽 結果他去跟那個人講 那個人還大聲的罵他 那也是楊智良 對 這個類似楊智良的個性 楊智良也被抓到了嘛 他自己把口罩帶到這邊來 然後結果人家去講他 他還瞪人一眼 那像這種都很不可取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各位想想看嘛 如果我們大家都勤洗手戴口罩 然後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就算要傳出去 他那個病毒會到處碰壁的嘛 因為人民自己 我們的自律就是一個最好社區的銅牆鐵壁的嘛 不是嗎 那第三點就是說 也請教幾個醫生 確實就是說 像剛剛醫師所說的 這一次比較可惜 就是說 我發現就是六樓 七樓 九樓 十樓都有 那表示說什麼 這裡面講到的困難點就是說 理論上來講 分流分倉是說 同一批人你如果照顧重症 你真的不要再請他們去看別的門診 然後第二就是說 樓層真的要嚴格的劃分開 那現在我想這一點大家會來檢討 不過現在有一點 也有醫師提出來 我在報導看到 我覺得也是很好 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 現在轉出去 陸續有病人要轉出去嘛 理論上好像都不同棟樓 應該是沒有關係 可是畢竟 就可是剛剛醫師有講 為什麼連綠區都要消毒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病毒是非常危險 而且看不到的 那所以也有人就開始擔心說 那轉出去的人 接收了病院 你要不要分流分倉 要做得非常的合理 絕對不能跟別的門診掛在一起 別棟樓放在一起 那要獨立開來 還有照顧支援醫生 醫界的互相支援是非常好的 可是照顧的醫生 是不是就不要再混雜到其他的 可是這個就回到剛剛醫師所講的 那我們的健保給付 你就要想啊 因為醫生專責照顧 他壓力又大 他收入又少 醫院要成本考量 那有些都不得於混在一起 像這一次你知道嗎 不逃 那時候也有人投訴就說 因為他本身 因為很多人去那邊自費篩檢 結果呢 他的這個內科掛在門診大樓裡頭 門診大樓 那個內科又有七八個診間 其中有個診間 又做自費篩檢 又看一般門診 都混雜在一起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人力跟成本的考量 那麼在這個非常時期點的話 怎麼樣提高給付 怎麼樣子就給我們醫院最多的這個支持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就講到說 還有就是 我記得去年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有很多跨部會的一些協調機制 那像剛剛講的 比如說 我覺得國防部也太過了 可是我可以了解國防部心情 因為畢竟他是比較密閉的群聚的 那其實會群聚的地方不只這些啊 還有監所 還有其他一些地方 那要不要通通盤點一下 遇到在這個比較可能嚴峻的時刻 有可能群聚的場所 群聚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要不要統一發出一個指引出來 那大家有所遵循 那當然 尚有政策 那下面的要來合作 我最後還是要再提醒一句 拜託大家 盡好公民的本分 我們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還有這個時候 需要的是愛 不要再亂噴口水 居然有國民黨的人繼續在說什麼 說陳時中在政治操作是別有用心 我覺得講這種話的人 都是在打擊防疫中心 打擊士氣 我們這個時候需要互助 需要資訊透明 需要自律 好 不立桃園醫院群聚感染風暴持續擴大 在第一名醫師確診後 9天已經有10人染疫了 指揮官陳時中昨天說明 這次的病毒株跟之前的不同 他是目前世界主要流行的 強勢變異病毒株 傳染力更高 不過確定的案子是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然後想大家要持續的努力 連指揮官陳時中都擔心不但確診者 比想像多 發病速度也更快 讓外界更害怕的是 原本病毒潛伏期五到七天 現在只有二到四天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四種變種 病毒 這次攻擊不逃的就是 D614G病株 不是英國南非流行的變種病毒 但也不是在丹麥水雕上發現可以人傳人的變種病毒 D614G病株是在去年一月下旬發現 6月就取代武漢病株成為全球主流病毒 傳染性更高 不會引起嚴重疾病 好 指揮官陳時中昨天說明 這次的病毒株是強勢變種病毒株 就是跟第一波的不一樣 它是屬於強勢的 也是目前最主要的病毒 主要是跟美國是相同的 藍明宇 這是不是就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疫情非常嚴重 現在已經有2430萬是確診了 死亡數也超過了40萬 所以美國疫情這麼嚴重 這個病毒果然在台灣發威了 對 確實 因為專家有發現 目前強勢的變種病毒 是從812 案例812這樣傳過來的 傳到我們的醫生 然後這幾天 9天就確診了10個人 那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事實上是在去年2 3月的時候 就在歐美開始造成的大流行 那在6月的時候 正式的取代了武漢肺炎這個病毒 變成一個世界上主要的流行的病毒 那它的幾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它的傳染力 比原來的這個病毒是要高4到8倍 所以你可以看說以往就是我們這個武漢肺炎 如果說傳染的話 大概就是說 從接觸到發病是5到7天 但是你看這一次 哇 短短9天就有10個人就被感染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說 算了那個平均時間也大概是相隔4天啦 所以醫生才會說這個病毒株是來的又快又兇猛 那再來呢就是說它的唯一的好消息是說 它的感染 它的致死率跟它感染之後的重症 並沒有那麼的高 不會變那麼嚴重 這是唯一的這個不幸中的大幸 那另外就是說事實上 它這個跟這個我們之前說傳進來的 英國跟南非的變種病毒 是不同的病毒株 但是同樣的啦 傳染力也是蠻高 那這個確實是來的又快又兇又猛 共通性應該都是傳播力很強 對 但是致死跟重症率並沒有那麼的嚴重 請教這個張醫師啦 因為你過去的這個經驗嘛 現在這個病毒似乎是不斷的在變異 那指揮官陳時中所講的這個 美國主流的這樣一個病毒 它是不是說潛伏期很短 同時就是說是不是發病就很快 那這樣子我們從比較往好處去想 是不是說如果你有真的被傳染 你發病快 是不是也比較容易被發現呢 對 其實這一次跟18年前那個SARS是不太一樣 我們因為我們的那個篩檢其實速度很快 在18年前是要7天 對 這是4小時就出來 所以這還有就是我們已經有 負壓隔離病房 足夠的負壓隔離病房 所以在這一次這樣子 雖然是傳染力很強 雖然它的致死率跟重症率比較低 不過我們還是不要輕忽啦 我們還是要 這一個月裡面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一般到目前為止 武漢肺炎它致死率大部分都是以年長者跟那個 所謂的免疫力弱的人 包括小孩幼兒們 那這一次是不是就是這個病毒 變種病毒它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其實還有待觀察 對 那這個病毒因為它這個當然是發病快了 同時可能的重症的這個情況也是比較降低的 但是比較令人好奇就是說 目前在這個布陶的這個內部 它有一些樓層 就是說為什麼會傳來傳去不同的樓層 難道它是透過空氣有可能感染嗎 還是說可能人員有流動的情形 所以現在包括警戒區域有六七九十樓 那紅色區域是三六七跟十三樓 以您過去現在就是說 不討從昨天開始就進行消毒 那現在的消毒情況到底是可不可以確保 就是說現在這些醫院內部的人在裡面隔離 那相對這些醫院內部的人醫護 是不是也深陷風險當中 當然 其實這很類似 當時我們合併也是AB兩棟 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它也是AB兩棟都有了 然後就是表示說 它雖然是在負壓隔離病房裡面發生的 但是為什麼會到了所有這些病房裡面去 一定是人員在那邊流動的關係 那人員在流動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覺得說 應該要檢討的地方是說它的動線的問題 包括就是說它隔離病房出來的時候那個動線有沒有說特別一個動線規劃 像和平的來講的話 我們和平後來SARS1以後 那個動線就是說我們A動789是隔離病房 它要上去的時候它是完全是一個獨立的一個電梯 然後我們是從發燒在忍戰這邊 因為那時候是發燒病人就比較容易去測出來 這一次就真的是很麻煩了 那有的無症狀這個是很棘手的一個病毒 那我們是這樣子很嚴格的規定說 你就是從那個動線去就是確診病人或是醫事的病人 那我們一般的病患的話 它是完全走這個所謂綠色的綠區的安全區走 所以不會有加刷感染的現象 那這一次顯然是動線上可能需要檢討 那因為是從昨天就開始進行消毒嘛 那這個包括紅色區域是不是就嚴禁任何人進出 因為我們看到指揮中心說明是說嚴格控管 那消毒當中是應該是就不會有任何人進去了吧 紅色區域應該是全部進空 應該全部進空 基本上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是把他們這些 就是要隔離的這些醫護人員 可能地方不夠 其實應該是找一個像我們之前是 把我們移到替代印來訓練以前的救三種 那個地方去在他們隔離 但是他還是可以回來幫助醫院來照顧這些確診病患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不過我是覺得說如果是還在裡面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整棟的去消毒 需要整棟消毒 不光是這幾個紅色區域或 他現在有分綠區 紅區 黃區 即使現在我是覺得即使是綠區 可能也是要整個消毒乾淨 比較對大家才會心生恐懼 所以你覺得全棟要消毒 大家比較能心安就對了 對醫護來講 可能也覺得比較有保障 沒錯沒錯 OK好 那這個陳醫師怎麼樣看呢 現在到底內部的情況是如何 因為如果說這些醫護還要進去隔離的話 雖然說是指出不進啦 但是進去的醫護來講 對他們來說心理壓力是不是非常大 當然我們首先就要看到這一次的病毒 很明顯傳染力特別的不同 我們如果說比較早的病毒株的話 那大概症狀感染大概是五天內 會出現會很多人出現症狀 那一般而言大概八天內 百分之九十五的症狀都會出現 那這次很明顯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很明顯的看到說 之前的我們追到現在案例 最早的有在十三號的足跡 我們都還在追還在追趕中 那傳染力很高 同時跟之前的病毒株不一樣的話 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我們整體的策略是不是要重新檢討 基本上我們會認為說 現在的我們碰到這個危機 可能是我們臺灣 遇到武漢肺炎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 甚至絕對比一開始還嚴重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運作十分良好的措施 那在最近它顯然的不發揮作用 那是不是應該因應這個新的病毒株 變種的病毒株 有更多的不同的思維考量 這個是我們首先要去討論的 那這些思維考量也包括說 我們這一次去看不討的醫護人員 我們才發現大眾可能才發現 原來一直以來我們是用這麼少的人力 在幫臺灣針對全球去擋下這麼大的災難 少少的幾百人就要去幫全臺灣的人民守護全臺灣的健康 那除了臨床上的守護之外還包括了很多包括了民間的一些壓力 以及薪資的一些結構是比較需要重新檢討 我覺得這些都還是要重新再考量一遍 那尤其我必須在這邊說 我們最近剛收到一個消息 這個禮拜的醫測會 原則上要開一個會議去討論說醫院評鑑的草案 那像現在就是兵荒馬亂非常為待的時候 是不是適合在現在還去討論關於評鑑的實行與否 這評鑑應該要往後延了吧 還是要按照計畫進行嗎 因為這一定會帶給臨床的醫護人員很大的壓力 不管是行政還是書面 但是我也必須說 因為這個評鑑其實已經是從去年開始去延到今年了 所以如果只是往後延的話 其實對臨床那只是一個有點像臨遲的動作 去年已經準備一次了 去年往後延了 今年還要再準備一次 那明年是不是還要再準備一次 等於連續臨遲他們三年 所以當然我們會希望在這邊提出呼籲跟要求 第一個是馬上暫停評鑑的實行 那同時也希望能在同一時間去考量 是不是能很明確的去跟這些醫院說 暫時沿用之前醫院的評鑑的資格 一直沿用到什麼時候 沿用到這個疫情真的平息為止 那這個東西畢竟現在是暫時的狀況 那跟平常的評鑑條文 那其實是並不是完全符合的一件事情 可是神經病你說這個評鑑 那光不討就沒辦法做了 對不對 這是特殊狀況對不對 裡面的人忙著跟病毒對抗都來不及了 哪有可能再去這個搞評鑑 那你是不是有來自這個布桃內部的一些訊息呢 現在他們的這個醫護人員到底心情是如何呢 關於布桃內部 布桃內部當然是非常的處在一個 可以說向戰的一個狀況 近距離接戰的一個狀況 那這當然不是一個很好的訊號 但同時有一個很好的訊號是什麼 是這一次的醫界是同心其力的願意去幫布桃 去度過這樣的一個危難狀況 所以我們有收到許多消息是說 整個桃園地區的醫院包括中央包括地方 都同心協力的來願意去協助布桃的同仁 那同事我們在這邊 其實我有詢問一個布桃的同事 那我們也我們也知道這幾天 當然一線的醫護人員受到許多的獵物 甚至一些政治人物的責難 但即便如此我們布桃醫院的同事 其實還是非常溫暖的去釋放出這樣的訊息 要帶給我們的社會大眾 想跟大家說在這個時節大家都辛苦了 那希望大家少點責罵多點鼓勵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度過這個難關 我想這對我們這些並不是站在 像這些人站在第一線的醫師來說 其實是一方面非常的感動 二方面非常的替他們抱不平 陳醫師給你訊息的也是布桃內部的醫師嗎 對 沒錯 也是醫師 所以他表達了他的心聲 對 而且他是一線的 等於會接觸到病人呼吸道的醫師 至於哪一科我們就不要明講了 對 這個醫師比較低調 OK 好 所以布桃現在面臨跟這個病毒 可以說是近距離的肉搏戰 跟病毒在這個廝殺當中 那特別是其實在去年當中 其實北部也有一所大型的醫學的這個醫院呢 也是有發生這個院內感染的情況 這要請教張醫師了 那去年那個醫院算是有成功防堵嗎 怎麼看這一次呢 這樣的一個防疫作為 就是說不是奉願 但是指出不盡的一個情形 如何看待這次指揮中心的作為呢 其實大家可能我解釋一下所謂的分艙分流 分艙分流是跟去年的某醫院 他是因為由急診室然後到病房去 所以他就要把整個病房那邊的乾淨的病人 就擬了挪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這個就跟SARS那時候一樣 我們就是把病人留在原地 然後把乾淨的沒有污染的這些病人 就留到其他的地方去 但是那時候因為現在我想會比較好 那現在我敢講的就是說 當時我們要把這些病人 就是說譬如說開過盲腸炎的這種病人 他轉到其他的醫院去的時候沒人敢接 現在不會了 這個是很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時代在進步 我們自己也在素質也在提高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現在指揮中心最新做法是說 十多名醫師要負責照顧兩百多名 這個住院的病人 那這兩百多名是沒有接觸感染的 所以這對於其他後續這些病人 會轉到其他醫院 對其他醫院來講 也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嗎 如果他是譬如說外科系的病人 其實他們如果沒有感染到 就是說沒有疑慮的時候 他轉到其他醫院是可以 像他們A棟的病人 只有那839而已 所以照目前為止來講 如果他們有測過環境是OK的話 這些病人其實可以轉到其他醫院去治療 所以張醫師你剛剛說什麼東西會掉下來 就是我們口末 飛沫會掉到 它有一個距離而已 一公尺頂多一公尺 兩公尺 地板上 就會掉在地板上 所以地板上你每天雖然在擦 但是隨時有人在走動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不乾淨 所以疫區裡面不能隨便走動的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沾到你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萬一有人掉了東西撿起來 就破壞了 那消毒呢 消毒是會經常消毒 但是你如果還是有人在走動的時候 那個還是不 還是會 好 來 還是會